这个扇子瞄得非常的不准 可以吗?大家有看到食物投影机投影出来吗? 看到食物投影机的这个画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猖截篇的内容 就是老师把它列印出来 那我们等一下来写几个字 来写段 几段来给大家看 那在那个之前 我们刚刚讲说给大家看那个达人的达 这个达 到底在勤减它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样 中间这一画 先写也可以 那底下很像是一个羊 羊的这个写 那左边是错步 错 好,这是一种写法 错到很多种写法 好,甚至这个这个也有 就一二本来是这样子 一二三一二三 这种连在一起写 有时候就变成这样 会有这个情形 好,这个是刚刚临时讲的那个达 这个上面这个 跟你原来这个很像是性的这个 我们讲幸福的性 在勤减它是写成这样子 其实上面是一个群 下面是个羊 上面是群 是幸福的性 我们回到那个猖截片的这个内容 使用老师就是用最普通 普遍这种原字笔啊 他就没办法写快 真的就是要慢慢写 然后蛮需要一定的一个专注力 大家看这个画面 画面调成比较不会遮到 上这一画就不太好 因为这个比划 划的话就 就没有那么准 慢慢调整 真的要很靠近哦 写的时候眼睛跟这个手这个位置 因为现在是要示范给大家看 所以那个角度 不是我们一般写字 那个比较舒服的姿势 感觉这个笔不太顺畅的感觉 也可能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描写 老师习惯写那个情节 比较快的那一种比调 然后忽然要写这个很慢的 真的需要慢慢的练习 再回来这样这种感觉 所以你们就是真的在写这个时候不能快 快的话真的会差很多 你就看到这个 前面两个字就知道说老师要从一个很很久 没写这个字型 然后要进入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 就你想要把它写很直 当然一个比会滑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是那个对的位置 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要很专注 继续变地点 上面更加速写 前面更加速写 然后再加速写 再来一次 你继续变地点 你要处写 更加速写 这个扇是描的非常的不准 有点难 可能是所以写这个笔尖 可能要选择比较细一点 细一点的话比较能表现出位置比较准 试试看比较细的笔 一般这种原子笔比较粗 位置比较不容易对的准 自动铅笔试试看 看会不会对的比较准一点 看会不会对的准备 你拿比较细的像0.5以下的 太细可能又不太适合 就是那种可以替换那种笔型那种 这样子那原子笔是真的是 要写这个比较细致的真的比较不容易 写勤俭的话比较快的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种滑顺的这种 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除剪的这种甩的这种更是容易 滑顺的这种笔来写勤俭大致一点 然后除剪这种就比较容易 那你要写这种步调比较慢的 苍结篇就不太适合 那你会写起来就觉得好像我想要写的 但是又表达不出来 所以那工具的选择真的蛮重要 适合的工具来写 你比较能够写的好 然后也才会继续写 好 来 感谢观看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个写差别 比不一样 然后你的能力是一样的 前一秒的我跟下一秒的我 我们不是差很久 就是不是说隔了一个礼拜两礼拜 或是一个月两个月的那种写的能力的差别 现在我们都是一样 但是换了一个工具 你在写这个的时候就体会就完全不一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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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